然後我們接著歡迎黃昇龍教授團隊為我們進行演說 主持人、科技部的長官、貴賓、還有各位AI團隊大家好 我是黃昇龍 我們這個計畫基本上是一個軟硬整合 我們的共同主持人共有三位做硬體跟軟體的整合 同時我們有五位台大醫院的醫師 包括皮膚科醫師、病理科醫師、還有心血管科的醫師一起合作 給各位一個想法就是我們這個計畫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挑兩個主題 一個是關於皮膚癌診斷 一個是關於心血管風險的評估 為什麼挑這兩個主題 因為這兩個主題都需要特別高解析度的影像 這是我們硬體技術上的特色 所以我們挑這兩個主題 那在皮膚癌診斷上 事實上大概兩年前 很多做AI團隊的同學可能聽過 Stanford大學在Nature Medicine上發表一篇文章 就說皮膚癌診斷上 醫生看的結果跟AI判斷的結果差不多 所以大家非常興奮 這個AI很有機會 那我們為什麼就做Steam Cancer 因為在Stanford大學的研究很可惜 它用的硬體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 目前在醫院常用的一個叫皮膚鏡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計畫是用一個我們叫做光學銅調斷層掃描素 它可以看得更深 看到皮膚裡頭表皮真皮的交界更高的解析度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樣一個更好的硬體 將來也能夠使得這個皮膚癌診斷更高 像Stanford若是拿這個皮膚鏡的話 通常正確率只有60到70% 那我們未來希望做到大概90%以上的正確率 那我們另外一個主題是心血管的診斷 因為目前心血管診斷的gold standard 是看說在心血管內部 這個斑塊破裂的機率高不高 那現在在醫院以後通常的標準是看它這個磨層 是不是在65個mg厚度以下 可現況是讓你很多大體的分析 其實這個目前gold standard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希望用一個高解析的影像 未來能夠更精準的評估 這種冠狀動脈 阻塞這種機率 那目前在全球 在台灣來講的話 這個惡性腫瘤致死最高的一個疾病 心臟病是第二 在美國的話 反過來心臟病第一 這個腫瘤第二 所以這兩個都是在醫學上 非常重要的一些課題 好 那給各位一個idea 我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機器 就我們用這個機器長這個樣子 它使用情境這樣子 就把機器貼在病患的臉上 那這家公司叫安萌生技 我是這公司的這個創辦人 那很高興台大也允許我 繼續在這公司做他們的技術帳 所以這時候我們大概三年前 計轉給這公司 那很高興謝謝科技部有這個AI計畫 所以我們希望慢慢把AI的這些 判斷能力 讓這個機器能夠學會 能夠做更好的更精準的判斷 那給各位的idea 這是我們機器掃出來的 皮膚的這個斷層影像 你看這幾個黃色的線很重要 這幾個黃色的線 其實代表皮膚的這個表皮層 跟真皮層的交界 就絕大多數皮膚裡頭 不管癌症或各式各樣的疾病 都是從這個黃色線開始 所以對醫生而言 他第一步驟也是要找這個 所以我們在做AI的時候 一開始的希望 AI能夠輔助診斷出 這些表皮真皮的交界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創新的醫材 很多醫生有個看我的影像 不見得懂 如果AI能夠輔助的話 我覺得在臨床上就很有幫助 所以皮膚裡頭有些微血管 小血管 汗線 黑色素 都可以用我們機器看出來 那這個醫機器成像速度非常快 可以看到紅血球 可以一顆顆 即時地觀測它的特性 那給各位一個idea 就是我們掃出來 這個三圍的一個斷層影像 這個綠色的 看到一顆顆綠色的東西 就是我們segment出來 皮膚裡頭的細胞核 那我們有經過跟所謂gold standard HG癌症比對 還有證實我們判斷正確的 因為這個細胞核跟癌症有很密切的關係 這個細胞核的大小 細胞核的形狀 細胞核的外貌 都跟這個細胞是不是癌細胞有關聯性 所以我們的機器 確實可以很高解析的解析度 像這個斷層的影像 然後我們剛剛講 我們三年前把技術遺傳給安蒙生劑 這是我們的影像 國際上在法國 在英國跟比利時 都有類似的公司做相關的設備 各位很明顯看得出來 我們的解析度更高 所以我剛剛講說我們的技術 因為希望做癌症的診斷 特別需要高解析的 所以我們有更高的解析度 所以我們相信將來AI學了以後 也能夠比別的公司更高的正確率 好 那在這個計畫裡頭 我們在2018年 感謝我們的團隊 所以能夠用開始有AI的技術 我們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判斷 這個綠色的部分是這個 綠色的結果 紅色是醫生勸出來的 ground truth 各位可以看到 以GENO這個接近度相當好 我們可以有些定量的分析 綠色的是這個預測結果 紅色是醫生圈的 但以GENO這個誤差 大概不到10個μm 各位知道 你的頭髮的質量大概是100μm 所以我們就應付這個DG的誤差 不到10個μm 所以相當精準的一個技術 那這個問題是說 其實大家做AI專家現場很多 不會太意外 我覺得AI確實蠻厲害的 選擇的東西 然後資料量夠大 通常效果都還蠻好的 可是我們因為很希望了解說 到底這個AI這個網路 它有沒有學到細胞的概念 因為我剛剛強調說 我們這個硬體技術上的特徵是解析度高 我們看到細胞 那到底這個神經網路有沒有學到 所以我們在用了這個UNET的網路 這是現在很多人在用了UNET來做這個segment 可是我們有特別的設計 就希望說這個UNET有不同的layer 能夠針對皮膚組織裡頭 一些特徵的東西 譬如說它的這個黑色素 或者是細胞核 像以黑色素而言 我們在UNET的這個第二層 我們看到這個receptive field 大概是三乘三個micron的尺寸 那到第三個layer這一層 我們看這個細胞核 它的這個receptive field 大概是差不多三十個micron 乘三十個micron 所以這些size 正好是可以去檢測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那可以看到我們哪些測試影像 確實在這個第二層的layer這邊輸出 我們看到一些melanine的部分 確實有excited出來 第三層看到nucleus 被excited出來 所以重視就是說 我們這個神經網路 其實它不只正確率高 它確實也學到這個細胞的概念 這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目前我們未來希望跟醫院有更多合作 不過做這個醫學的醫療影像 其實需要很多這個法規安規 所以在我們的檢面完成之前 我們先拿一些動物來做實驗 這是一個我跟台大醫院徐副科這邊的合作 拿這個DMPA TPA 這個animal model 讓老鼠上產生這個零狀細胞癌 所以時間過程我們分成四個class Normal, Dyspacia, Papilloma, STC 這是正常 這是一個不正常 這是開球腫瘤 這是零狀細胞癌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confusion matrix Ngeneral的正確率相當高92% 但畢竟這個是一個動物 還不是人類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個計劃 2018年這一年 就是我們算是有蠻不錯的成果 就是我們在第一階上 譬如整體的segmentation做得蠻好的 然後在這個老鼠動物模型上 判斷這個零狀細胞癌 我們有相當好的正確率 那我們的這個計劃 在過去這幾年 其實有一個網站叫做OCD News 這個是美國巴士理工學院 當初這個OCD技術發明人 他弄的一個網站 最近這幾年他有幫我們的成果 做這個主題式的報導做過五次 2017、2018、25次 都針對我們的高解析的影像 我們2018年 在國際的會議上 這個是美國光學學會 它有一個旗艦的聲音光電影像會議 特別邀請我們去做專題演講 我們在論文的發表上 我們有發表一篇科學院 科學院的科學院 科學院的科學院 我們有一篇科學院的 medical imaging 的論文發表 好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成果 那現在進入2019年 我們到底要一起去做什麼事情 所以說我們分兩部分來談 一個是說 我們的道理 用我們這樣一個高解析的技術 我們要看什麼樣的疾病 到底目前有哪些是Many 另外一個是我們用AI神經網路 到底要學什麼事情 但在Many上 目前我剛講我們是做皮膚癌 因為皮膚癌特別需要一些高解析的 那未來我們需要做一個叫做表皮癌 因為所有的癌症裡頭 大概有80%以上的癌症 都是這個表皮癌 所以我們在皮膚癌 如果說有好成果之後 將會進入到這個表皮癌 甚至進入到這個周邊神經 因為現在人體很多 不管是阿茲海默症 很多中風等等 跟這個周邊神經有關係 所以我們的Romine 將會從這個皮膚癌 進入到這個周邊神經 在這個心血管的部分 我們跟台大心血管科醫生 慢慢開招相關的合作 將來要進入到這個消化道 裡面癌症和譬如說大腸癌 大腸癌是我們國內國人 這個癌症致死最高的一個疾病 這是我們一個整個Romine 當然這可能發生了四年 很做不完 不是我們那個方向 那在Deep Lending上 我剛剛講說 我們第一年能夠把表皮 真皮的標解 表得蠻不錯的 在老鼠的動物模型上 我們也有相當的正確率 那往下走的話 之後我們再 因為我們要做新血管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 那個血管的內臂 做這個segmentation 然後進入到國內的臨床 跟國際的這個臨床試驗 好 那目前我們在國內 跟這個 除了跟台大醫學之外 我們是做學術性的這個合作 那在我們跟馬街醫院 已經開始真正的臨床 是用這個安眠生計的機器 那現在因為我們 這是一個創新醫材 據早期的時候 很多醫生看我們的影像 不會解讀 不過現在馬街幾位 吳宇宏 吳主任 他們看我們的歐心影像 開始非常正常的組織 他在標出來哪邊是毛囊 哪邊是真皮 在這個BCC 這是一個皮膚癌的一種 哪邊是human boundary 哪邊是感染 哪邊是白血球 他也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從2019年開始 會進入到更多的人類活體的 皮膚癌的臨床試驗 那你的未來 我們希望做到這個國際臨床 畢竟譬如說 以這個皮膚癌而言 其實國際上還是 歐洲跟美國 甚至澳洲的人比較多 我們台灣的皮膚癌是比較少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計算在馬街已經 開始活體的試驗 可是如果機器想要送到國際上的話 其實你要先有這個GMP 甚至有的醫院還需要FDA 所以我們去年年底的時候 在南港的生技展 我們先把我們的最新機器參戰 那國際上我們要合作對象 是這個MSKCC 就是這個Memorial Sloan Caterine Cancer Center 國際上全球在私人癌症最大的醫院 他們的皮膚科外科主任 Jason Chen 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已經跟他們有非常多次 這個國際的電話會議 他手下一些做光學影像的專家會合作 這個我們預計在第3年結束 第4年的時候 開始會進行這個國際的臨床試驗 那這是我們一個Road Map 從這個第一年剛完成的DEJ 還有我們的系統 還有像這個有一個工程原型 那我們在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我們會從皮膚癌到這種心血管疾病 希望經由這個創新 跟這個公司密切地合作 未來能夠做到國際的臨床試驗 那我想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